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来 欢迎来到民主政线 我们继续来讨论欧洲的事 那么现在呢 我们都看到在欧洲 很多的网友 这个生活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刚才一名意大利的网友 要跟老编发来消息 说老编 我们这的这个粮油 葵花籽油 还有一些食用油 还有一些面粉什么的 面条啥的 都开始限购了 这个物价涨得飞快 现在德国的网友也是这么讲 北欧的网友呢 更是这样讲 现在买一袋大米 得520公斤 对吧 那原来哪有那么贵啊 现在弄土豆都很贵 都很贵 那生活在这个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啊 中国啊 很多网友都面临的通货 膨胀的这个危机 那么其实呢 老编啊 也是啊 我希望大家既然在那边 啊 有自己的 这个啊 多年的经营 啊 在那边习惯那边生活 能不回来 也就不回来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欧洲这个局面 越来越糟糕了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能够啊 做出一些考虑啊 就是趁早回来 你看这个波兰 现在又是在拱火 对吧 今天呢 俄罗斯的 普京总统的 啊 这个新闻发言人 佩斯科夫也称 说这个波兰啊 他说这样的话 说要部署 美国的核弹 在 在这个地方 他最近表现出的 好战跟反俄啊 会让人很困惑 啊 如果说他要这样子做的话 俄罗斯会断缆 会采取断缆措施 各位 啊 这都是不太好的信号啊 波兰跳的是比较前面的 对吧 又要什么俄罗斯的 加里宁格勒啊 又要这个直接派兵 去乌克兰参加战斗 啊 所以我说过 这个国家 现在把欧洲 再往火坑里带 啊 以他为首的 啊 东欧国家 正在跟西欧国家 正在决裂 那么现在啊 大家要知道 老兵啊 呃 做节目呢 还是以啊 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 和这个东欧 乌克兰的事情为主 为什么 中俄同时在两条战线 同美国在做斗争 俄罗斯 啊 这个是公开的名牌了 中国呢 我们在啊 打着这个生物战 啊 那么从这些极端的行为上来看 包括我们自己国内内部 境内外敌对势力 大家要知道啊 俄国内部有很多的这个敌人 对吧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抓了不少的这个 情报机构人员 啊 包括你看 啊 这个他的改革开放之父 啊 私有化之父 邱拜斯等人都啊 被整肃了 那中国内部呢 现在也是啊 越当矛盾激烈的时候 这些内部的敌人一个个都会涌现出来 而且他们会越来越极端 像上海这个防疫啊 这么多人啊 在各个领导层面的 在疾控的 在一些医疗的 这些人为了一己自私 在这里鼓吹 躺平 鼓吹与病毒共存 鼓吹啊 进口啊 伟哥的 制造伟哥的那家公司的药 大家想想看 这都是 啊 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越极端跳得越高 说明 他们真的着急了 前驴技穷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 保持战略定力 不给这些人任何的机会 啊 就像俄罗斯一样的啊 对待这些内外的敌人 又不能心思手软 啊 该干就干 少他一个疾控的 少他一个上什么上海的这种医生 没事 对吧 给他们这颜色看看 啊 就跟俄罗斯一样的 像乌克兰这边 不识相的 直接就打上去 他妈先中国 不好 从中国赶紧滚来 就像普京讲的那些寡头 对吧 那些寡头 他们在西方 他们餐楼上面要有鱼子酱 啊 要有好的肉 好的酒 他们跪点西方 做这种精神上的 西方人 做西方的耗材 最后什么下场啊 公然抢劫这些 跪田西方人的财产 国内这些人也一样啊 不好赶紧滚来 去美国 对吧 所以说 我老边也是呼吁啊 党中央啊 应该啊 要这个 好好的要这个 下狠手 下死手 把一些人啊 要引进朝鲜的这个炮绝跟狗绝 啊 让这些 上海的这些 酒囊 饭袋 这些重阳面外者 到上海 八万年体育馆里面 全部在那里集合 观看 把这个 啊 东北大狼狗 一百二十条 啊 饿了几天的 这个 这个谁要这个 鼓吹这个共存的 放到里面去 让这些大狼狗上去啃鸟 对吧 啊 那这样的话 啊 这些人 他们才会老实一点 啊 那么 现在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啊 这个 欧洲这边的情况 啊 刚才那个 啊 作为一个 一个延伸 那么 这两天呢 有一个消息啊 呃 老兵 觉得呢 啊 这又是西方的 一贯的这种 栽赃的这种做法 他们非常坏啊 就是这个布查小镇啊 这个乌克兰基辅的 布查小镇 所谓的啊 这个种族灭绝 啊 你说这个种族灭绝 除了他平民 我是认为 这就是一个摆拍嘛 对不对 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他还能搞 轰炸柏林 轰炸巴黎的 这个视频呢 对吧 再说了 这个事情逻辑上 是不符合逻辑的 哎 第一个 俄国现在之所以啊 打得这么慢 目的是什么 稳扎稳打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他不慢 他很快的 他以这种 巷战 为主的目的是什么 最大限度的保证 乌克兰人民的 啊 财产不受到损害 啊 对吧 还有一个 哦 马里乌波尔这种地方的亚树 啊 亚树营 他们把老百姓当漏顿 西方视而不见 对不对 他们这些人多他妈虚伪啊 他们为了斗争 他哪管你什么 什么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的 啊 他们要干就陪 就陪他们干嘛 啊 整什么这个 啊 斯里布列尼查 斯里布列尼查 大屠杀这样的东西 啊 假的要死 几个家伙往那一躺 拍个视频 我这里他在屠杀了 给这个制裁找借口 你没有这个视频 不不就不就是照样 啊 你也要制裁吗 但是老兵现在说了 现在到底谁制裁谁 你制裁了他妈的一个多月 俄罗斯现在卢伯 依然是非常坚挺的 对吧 依然非常坚挺 啊 而且还比 打仗前还是往上涨了 涨幅这个涨势很厉害 对吧 反而是你欧盟内部 由于制裁俄罗斯 导致自己 马上就变成穷光蛋了 对不对 让国内的这些 冲阳媚外者 缺欧洲嘛 现在缺欧洲 跟那些难民去救济他们去吧 对不对 啊 他不是喜欢这些国家吗 让他过来吧 啊 不是反对俄罗斯嘛 去乌克兰去帮 去帮乌克兰人去打仗去 参加工兵去 对不对 啊 他妈的日子太好过了 老兵就就就讲了 啊 那么 关于这个不查 这个屠杀这个事情啊 老兵认为他就是一个扯淡 啊 不可能的事情 啊 要要搞的话 俄罗斯他也不会说 做这种事 做做这样的事情 没有 毫无逻辑 没有任何意义 明白吧 他要真要做的话 他直接就 啊 对这些乌克兰的城市 狂轰滥炸 我俄国士兵 我不要他们死亡 我不要他们这么打得这么累 对吧 你有老百姓 我杀四百 杀四千 杀四万 都一个样 你西方都会来制裁我 我就会对你狂轰烂炸了 这种事情都是不符合逻辑的事情 所以啊 乌克兰的所有信息 都是假信息 都是假的 骗人的 诈骗 啊 所以说 这个我觉得 大家不要去相信 这种事情太假 太刺了 就是一个摆拍 摆拍 笑死人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马里乌布尔呢 它的这个市中心跟市交 已经完全处于 顿尼斯克 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控制了 现在马里乌布尔战士 已经完成百分之九十八 还剩下几栋大楼 就百分之二的几栋大楼 现在在收尾 车臣的武装力量在收尾 车臣武装力量 直接就说要跟亚述营来单挑 啊 他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还有百分之二 还有大概两千个人 消灭掉 以后就完事了 这里他们共干掉 差不多一万五千人吧 那么有一则消息啊 呃 很多网友来问老兵啊 怎么看 呃 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 北约的 啊 美国驻北约的欧洲司令啊 呃 一个中将 啊 让我让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啊 啊 叫这个罗杰尔克鲁提埃中将 那么现在呢 他被这个困在了马里乌布尔 关于这个消息啊 我个人认为 我有点不太相信这个消息啊 当然我希望它是真的 我希望俄军抓一条大鱼 但是这个不符合逻辑 为什么 呃 大败 对吧 那确实说明北约的这个水平 确实很烂 因为北约什么水平 我也很清楚啊 那么 你说这个北约欧洲司令的中将 去马里乌布尔 大家应该 很多人没有看到过 这个形式图啊 就这个形式图是 是什么呢 就是马里乌布尔是被俄军 完完全全包围的 一座城市 那么他怎么进去呢 还是他一开始原先就在那边 还有我跟各位讲 美国的将军啊 美国的将军都是躲在碉堡里面指挥的 要么在一个很安全的大后方进行指挥 或者在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挥 他是不会到前线去参加战斗去指挥的 他不是俄国的将军 你明白这一点吧 他不是俄国的将军啊 俄国的将军 你像俄罗斯的 他是有历史的传统啊 苏联时期他的这些少将中将都是压前指挥的 在前线指挥战斗啊 打车身的时候啊 俄军也有也有这种中将牺牲啊 也是打在这个也是顶在很前面的 中将自己拿着这个狙击步枪在前面干啊 那打这一个格鲁基亚的时候啊 也是打格鲁基亚的时候 他的这个第四十二集团军的这个司令员 克鲁廖夫啊 他也这个身受重伤 他也是压在前面的啊 那这一次他的这个黑海舰队的副司令啊 一个中将也是啊 阵亡了啊 还有两名少将也阵亡了啊 那这个西方认为这是一个尿尿点啊 老编认为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多报的 因为副司令特别多 你而且哎 人家你要想这样 人家的人家的司令员 少将中将顶在前面 把头漏在你的枪口之下 他死亡率是会大大的增强 但是哎 这个是他把人头送给你 如果说他现在躲在莫斯科 躲在后面一个基地里面被你干掉了 斩首了 那你是牛逼啊 你能找到他的位置 你又能把他干掉 你真牛逼啊 你在前线把人家干掉 你不算什么 你西方的那些将军都躲在后面的 吃他妈大富翩翩 马克米利跟那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廷 那个肚子大家都看到了 这样的像皮球一样的肚子 你怎么上前线去打仗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个人认为对这条消息 我觉得挺怀疑的 还有说跟俄罗斯打了几十个电话 俄罗斯都拒绝接电话 这种事情我觉得也不是真实的啊 以这个美国这么这么啊 装逼的这种样子 他打 他打给俄罗斯 是打过 有打过电话 但是不是这个事 是什么事 就是要保持战略沟通 就是说 以免误判 是这个事啊 北约的欧洲司令 这位中将 我个人感觉 不会在马里乌宝这种地方 因为马里乌宝 这里的这些人 这里的这些人就是炮灰 明白吧 这里是美国人训练的 但他就是炮灰啊 你说这里面有些美那天 米巴被击毁 上面呢有很多美国的这个军事人员啊 他是训练的 还有情报人员 还有法军的 在这里面啊 因为我们也也很清楚嘛 加拿大 美国 法国都派人有去乌克兰嘛 就像去台湾一样的 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消息 我个人认为 不太真实啊 后续我有在观察啊 那么还有就是 现在这个俄乌这个战局啊 前两天不是乌克兰 开了这个武装直升飞机 跑到这个边界地区 去轰炸俄罗斯油库嘛 那么俄罗斯呢 也是发射这个巡航导弹 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油库 给他炸掉 在奥德萨的油库给他炸掉了啊 然后这个 呃 报复是比较猛的 报复非常猛 他一天炸了几十个 乌克兰的这个油库啊 当然 奥德萨是一个代表啊 呃 所以说 总体来看 俄罗斯对这边的局势啊 控制的相当不错啊 他有这个制空权 那有的人说 北约调集一些坦克 呃 过来马里乌布尔去救一些谁 救这个中将 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 这些坦克 都是啊 老坦克啊 都是在这个冷战时期的坦克 啊 他只是说调集过来 调集过来 还根本没有去这个战场上面 调不过来 没货啊 啊 德国支援的那些 那些什么战车也 也调不过来 对吧 你怎么调过来 你调过来进入乌克兰境内 就被就被轰炸 就被摧毁掉了啊 再说了 没有制空权 他坦克怎么开啊 你没有制空权的坦克 你就是被无能机往死里打 你有没有野战防空系统 对吧 你有没有像俄罗斯道尔跟凯甲这样的 啊 所以说有些话呢 不能去胡说八道 啊 呃 总体这边的局势 呃 俄乌战场的局势 跟大家呢 就介绍这么多啊 因为大家呢 现在由于这个信息有限 俄国呢 又是不允许军人随便来发 啊 那么 这个啊 西方呢 他又是站在搞这个假讯息资讯战 对吧 所以说 老兵呢 有必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边的这个战况 啊 所以说在这边 俄罗斯呢 他已经是完成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胜利 下一步呢 就是把顿尼斯克跟卢干斯克给解放了 再把这个威胁他们的乌军全部消灭掉 俘虏了 啊 这个是重点 关于所谓的不查视频 这个是假的啊 这是扯淡的 但是你说 欧洲现在跟美国酝酿 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呢 在我看来又是非常傻逼的 美国自己啊 呃 对俄罗斯的石油储备提升43%啊 又不允许欧洲去购买 他自己在这里狂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大家呀 表面上制裁俄罗斯表现强硬 都是装逼装出来的 真正呢 都是各怀鬼胎啊 各有他妈 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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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浮 心中各有刀斧啊 对不对 所以说嘛 这个欧洲啊 他现在就是占的这个 他的货币啊 欧元就是占的油墨的废纸啊 马上呢 我个人感觉就会被重挫了 所以现在在欧洲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很多网友分析的没错 就是会有像立陶宛 波兰这样的傻逼国家 你说立陶宛嘴巴上老一点 对吧 他接下来 他背靠美国 他觉得很牛逼 你说你波兰 你反俄是一回事 你跟俄罗斯牛逼是一回事 你说你要部署核战在波兰啊 这就像安倍经常讲 部署核战在日本一样的 那如果说等价交换的话 老兵就是以最坏的打算来说 如果以等价交换的这个结果 你日本波兰的领土 比如说你日本你要部署核战 你要打中国或者俄罗斯 对吧 那交换一下 对吧 大家就对射的情况之下 谁先完蛋 你波兰也是 你波兰部署核战 你跟俄罗斯对射 谁先完蛋 俄罗斯都是有这样的演习的 末日飞机全部起飞 搭载着俄罗斯领导人普京 在空中指挥核大战 然后往秋明这方向撤 人家又有超音速的 你打的那种美国的那种导弹 打过来 俄罗斯都有陆机海机中段拦截 还有这个前端拦截 末端拦截 但超音速呢 美国没有任何拦截能力 那那什么了 你就你就你就 哎他妈的几十颗核弹 有他妈这么二的吗 真的是 所以说各位 现在这个欧洲这些领导人 都是这些什么人 能当他妈的领导人 这真是民主政治的他妈的 悲哀啊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 就好了